对大法不敬遭报 念大法好只聚可 08年12月 我在龙口市南山新河小区居民楼 从事一项工作 晚上和同事而住的一位同行 不相识他刚喝过酒 谈起大法 没想到这位同行一听到法轮功 便破口大骂 骂得甚是难听 我劝阻他说 不要骂大法这样对你不好 他不但不听 反而骂得更起劲 深夜一点左右 我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惊醒 睡在身边的那位同行 正在不间断地剧烈咳嗽 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咳嗽没有消停的迹象 那位同行看起来十分痛苦 我对他说 告诉你一个方法 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 以后不要再骂大法了 那位同行点点头 不到半分钟 咳嗽声消失了 约十分钟后 传来他熟睡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醒来 我问他 昨晚我告诉你的方法 行吧 他连连点头 行 我对他说 以后不要骂大法了 你三退了吗 他说 以前你们大法弟子给我退了 昨晚是我不好 我喝酒多了点 同事的其他两位同行 也因此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也三退了